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這四個值 哪一個最大 我們把這個指數的部分 把它弄成一樣 我把它弄成負7 這個我把它乘以10 這除以10 9.2除以10 就是0.92 乘以10的負7 然後這個呢 這個乘以10 這個除以10 所以是0.73 乘以10的負7 好 那現在這個都是10的負7 所以看這個 看這些數 他問呢 哪一個 最大 那最大的是哪一個 4.6 0.92 3.6 0.73 所以當然是4.6最大 所以大家應該要寫A 所以大家應該要寫A 所以大家應該要寫A